今天是中秋連假收假日 高鐵沒反真的塞爆了 看看台中烏日站喔 排隊的人龍從二樓排到一樓 人行道上也通通都排滿了人 旅客說至少要等一個多小時才可以搭到車 高鐵也有加開兩班 全車自由坐列車 加長輸運 誰站兩邊都可以喔 高鐵閘門口旅客刷卡近站 一個個與貫而住 還有工作人員在現場引導 閘門數量不算少但看起來完全不夠 因為旅客人數實在太多 要是在跑 北上自由坐 你們有買票嗎 有買票 自由坐車票要從那邊去排隊 好不容易買到車票 以為就可以進站了 但是真不好意思 將務人員會引導 從二樓的購票月台直接往外走 因為要排北上自由坐的長長人龍 隊伍盡頭已經名言到一樓的人行斗上 看到橘色三角都在轉 來灌隊伍會變太短 再麻煩大家一下 來 排隊伍盡頭 先跑來灌燒隊伍喔 畫面看起來簡直像是一場 玩了很久的貪食蛇 中秋三天連假的收假日 北上人潮塞爆了 晚上八九點 依然人潮滿滿 隔天就是上班日 等太久也還是得繼續排 大概等多久的時間 我自己是大概等了一個多小時了 一個多小時 應該快兩個小時了 大概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遇到這樣 一千年假不會這樣 有啊就傻眼 非常多了 從來沒看過那麼多人很吵 對 特別是以一個外國人來說的話 也是非常驚訝的 而且就是會擔心是搭不上車啦 對 高鐵緊急加開兩班 全車自由坐的每站停靠列車來疏運人潮 適逢收假尖峰時段 從站內排到站外 北上的路實在漫長 這是洪傑銘台中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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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